在小北路早上十一點半不是規定的等垃圾時間 不過午時投放點已經很滿 市姑輝辦指出當初設置午時投放點 的確方便了些不能夠在固定時間等垃圾的上班族 不過亦助長部分人隨時隨地等垃圾 繼續下去不利於市民養成正時定點投放的習慣 建議逐步取消 應該都ok的 如果你晚晚那個時間呢 就是人家吃飯、吃晚飯或者下來散步可以放 沒有了事實在沒有方便 你要去哪裏這樣放 沒有那個石頭,我記得隨便人說 市姑輝辦指出取消午時投放點不會一刀斥 要取得我們當地社區的居民的參與和支持和理解來做 從去年9月開始,等垃圾不分類就會被罰款200元 新規實施至今市城管委方面沒有公佈一張罰單 市姑輝辦坦誠,目前主要還是以教育為主 不過隨著2017年垃圾終端處理設施大量求產 廣州將會嚴格執罰 今年就從政府部門開刀 先從集團單位過去 逐步到設計 然後到腰室的強制性質法的時候可以到 各地 廣州會繼續推進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運以及分離處理 對於部分居民投訴的路邊垃圾吊裝站擾問問題 市城管委明確今年會整改 中心城區150座垃圾壓縮站 以及1900個露天收運點將會被納入整節範疇 廣州電視記者馬東榮報答